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杠杆市场未来可能说暴涨暴跌有可能成为我们股市运行的一个新的一个新常态 明镜公司将于6月9号宣布是否将中国的A股纳入MSCI指数 那么A股被纳入MSCI的概率大吗 这个概率比较小 因为我们的市场现在是在一个国际化的一个进程之中 护港通的开通 国际化走出了一步 那后面我认为在深港通开通之后被纳入这种国际指数概率会更大一些 如果不纳入也无所谓 因为我们市场自身的运行格局已经形成 年底前可能突破6月20就非常值得期待 好的 近日Q费资金持续流入A股 并且频繁在大宗交易平台买入银行股 那么银行股后期是否会有补涨的行情呢 银行股现在存在潜在的利好 一方面就是我们说地方在的赤化 对银行股的业绩的提升起到一个大的作用 另外一方面的话 金融混合制改革的这种推进 对银行股的未来也将形成重大的一个利好支撑 所以说银行股的未来我依然非常看好 那您最近最看好哪个板块呢 我最看好煤炭板块 那煤炭板块我们说在过去 它处于严重的产能落后的一种阶段 包括经济的一些运行的一些影响 所以煤炭板块始终被市场处于抛弃的一种阶段 那现在我们说整个从资产价格的连续的上工的过程里面 那煤炭板块第一方面存在着补涨的一个需求 第二方面呢 从全球来讲 资源性的一个品种 那未来我认为伴随着经济的触底回升 然后未来煤炭板块一定会补涨的需求 另外一方面 煤炭当前我们看到连续性的大额资金在持续性的增入 大概持续了半年以上 也就是这些资金进去现在是没有利润的 那这部分利润如果要套现一定会拉升 我认为下一波的龙头有可能在煤炭 好的那我们再来听一下连线嘉宾的观点 酿牛食品板块是涨最后的 而酿牛食品板块的龙头呢 是贵州茅台 贵州茅台有一年呢 年底的使用率也就二十倍多一点点 相比于A5市场呢 茅台就更加低估 而且消费率的它仍起了一个长期稳定的收益 茅台总统达 说在2017年呢 消息收入达到500亿 它的经济率会达到250亿 就是三年后啊 降到十个左右使用率 我觉得还是可以在一个价值投入的范围 它短期呢 基本上已经回落到位 未来呢 应该还会继续穿反弹的新高 好的谢谢 那您最近在关注哪个上市公司呢 双切股份 作为这个整个 我们说在龙台行业的一个领军的一个企业 它的大股东 我们说是华裔集团 它在完成资产注入之后 这家企业 我们说在未来的经营有望 进一步得到改善 另外从技术面来看的话 双切股份现在短期 成功突破前期的高点 我们看到量价关系非常的健康 同时呢我们看到机构的筹码锁定状态也非常良好 所以双切股份这支股份 我认为后面依然有很大的上升攻击 好的非常感谢 需要了解更多有关护港通的消息 请大家登陆中国经济网韩文频道